1月27号,中国游泳协会针对外媒关于孙杨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面临终身竞赛的不实报道,发布声明表示,国际泳联认定孙杨没有违规。 中国游泳协会发布的声明称,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得知,关于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的报道,我们认为其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依据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决定,认定孙杨没有违反国际泳联有关反兴奋剂规则。 日前,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因不配合兴奋剂检测,面临遭致终身竞赛的处罚。 对此,1月27号下午,孙杨律师张启怀发布律师声明,对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不实报道,即报道宣扬此事的其他媒体和个人,孙杨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